林志堅的論文案 今天有最新的進展 台大正式宣布 這個案子他們接受成形 接受各方的質疑 他們宣布已經成案了 而且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由台大教授組成的審議委員會 到底能不能順利的組成 因為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查水表的功力太強了 很多教授 還有包括這一些 所謂的公正人士 心生恐懼 不太有人願意去熱這個虎須 不過最新的消息出來 不過這個我要請教 一下兵哥 因為新聞上有兩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說 已經 已組成 已經組成 大家最擔心的是審議委員會 到底有沒有人敢 有勇氣站出來 有一說 聯合報說已經組成了 但我看另外一報是說 按照程序 他們接下來將會組成 這兩個說法差很多 已經組成跟將要組成 是截然不同 林志堅說現在傳出來 他可以選擇是要 人本人到場 或者是你不到沒有關係 你可以寫這個提出一個報告 署名報告來 他說好 我這個按照程序來 還會還我自己清白 那他的這個林鶴明 林鶴明是107年台大國發所 在職專班的榜首 他也講了說 他是民進黨的覆密 林鶴明講說 這個很好 如果是選前倒數兩個月 還給他清白 那這件事情絕對是一個加分 那這個他的老師陳平通說 他也可以練習 這個因為他是指導教授 可以邀請他來練習 好 但是有一番話耐人尋味 現在幫他掌兵符的 就是鄭文燦 鄭文燦接受廣播的時候 講了一番話 他告訴大家 他說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中華大學 2008年要找到完整的資料 不容易 但已經找到 2008大家比較沒有懸念 沒有懸念不是沒有整理 是覺得沒救了 那2015年的舊資料 林志堅正在比較論文 形成的時間跟經過 大家要知道 鄭文燦是民進黨 頭腦最好的前幾名 胖周瑜 點子很多 滿腦子很多鬼點子 所以他字字句句 其實都是經過計算的 所以你要注意幾個字 2015年的舊資料 林志堅正在比較論文 形成的時間跟經過 這個等一下請賓哥 幫我們拆解 那陽明當然就說不對 他論文口試的時間 不是2015 是2017的1月13號 鄭文燦你記性這麼好 你怎麼會記錯時間 當然他真的是記性好 他絕對不是記錯時間 是有玄金的 另外一個在民調裡面 台灣民意基金會 做出來的民調 他說他問 我剛剛查了一下 好像是專門問桃園市民 桃園市民說不嚴重 大概一半的人覺得不嚴重 覺得嚴重的是36.4% 但有一個數字 20歲到24歲 最年輕的 而且現在很多人 可能還在念書的 他們有高達58.6%的人 覺得很嚴重 所以可能年輕選票的人 會對這件事情 有很多很多的質疑 賓哥怎麼看 其實現在這個委員會 到底是成形沒有 據我所知 他是這個委員會成立了 可是成員是不是湊齊了 是另外一回事 賓哥你覺得可以順利的組成嗎 我覺得可以 到最後再怎麼樣湊 應該也是會湊得出來 因為如果連委員會都湊不齊的話 台大這個臉 可以關一關 對 真的是丟大了 以後就直接叫學店了 所以我相信他們不管怎麼樣 都會把它湊齊 至於林智堅要不要出席 或陳明東要不要出席 其實都不是重點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沒什麼好比對 因為就是一番兩正眼的東西 論文拿起來一看 到底有沒有抄襲有沒有什麼 一看就知道了東西 所以這個基本上 就是一個基本道德的問題 可是鄭文燦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鄭文燦把時間倒推 回到2015年 所以他現在是在告訴你 說這個論文是在2015年就成形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那問題他為什麼要去比對 知道自己寫的論文 還有什麼好比對 其實他就是要找證據證明說 2015年就已經把他寫好了 整個架構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所以是余振煌抄 我不是我抄余振煌 其實他要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問題是 他能不能找到這個證據 或是能不能做出來這個證據 其實在我看起來 這比較像是一個串貢的過程 比較像 那就看他的本事 但是問題是不管他們這邊再怎麼竄 因為余振煌的論文是比較先出的 所以你後出的跟他一樣 那誰抄誰就很明顯 在學術倫理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事實怎麼樣認定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是一般民眾的認知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現在想打的只有這個 那他為什麼要去打這個 表示他知道在懸殊倫理上 他已經無可爭辯 他大概打不贏 他只好訴諸於民粹 訴諸於一般民眾的想法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民調 好像是支持他 多數人覺得論文關我屁事 論文又怎麼樣 我不在乎 可是問題是 剛剛耀州講到一個重點 20到24歲的人是很在乎 可是20到24歲是民進黨 最基本的支持者 絕大多數都會去支持他的 結果這些人是對你疑慮最深的 所以我覺得隨著時間推演 如果台大的最後的決定 在9月左右的時候粗魯的話 我覺得對選戰會造成一個 決定性的影響 剛剛我特別強調一下 雖然我們特別強調說 20到24歲 高達將近六成的人覺得很嚴重 不過年輕人有另外一個特色 善變 說變就變 明天別的議題他就變了 不過有一個比較吊詭的 台大的蘇宏達 他是整個審議委員裡面的主席 就是非常關鍵 他自己在選舉過程當中 他也被查過水表 有一篇新聞在昨天出來 很多人討論 蘇宏達說如果需要審查 要擔任審查 要來做審查這個工作 需要勇氣 要跟梁敬如借勇氣 他說很多教授會很害怕 但是因為這篇文章 網址點進去已經完全沒有了 不管是中史的 或者聯合報的 這個點進去都已經沒有了 變成404 抱歉你要找資料 完全都沒有 只能看到一丁點的資料 就是蘇宏達感嘆 希望大家為國家祈禱 參與審查的台道教授 非常點點點 需要勇氣等等 但點進去沒有 按照以前我們 跑新聞的實務 如果說這個網址有 但是點進去沒有的話 通常是當事人 又或者是有一些 關鍵的人物 他們認為 這個裡面的資訊是有誤的 希望你把它下掉 就所謂的下架新聞 這是其中一個狀況 等一下如果 賓格你們有不同的見解 也可以講 倒是現在網路上有很多 有人發揮創意了 做了一對對聯 來看一下 那還有網友翻出來 這個包括媒體翻出來 台大國發所以前叫三民主義所 他們研究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多元 包括男性彩妝師升遷的 玻璃手扶梯 這也是台大國發所 你要先想一下 他之前是三民主義所 還有台日高中男子籃球體制的比較 可能化妝的升遷 又或者是高中打籃球的體制的比較 跟國家發展可能有關係 看你怎麼想 如果這樣子有關係 其實什麼都有關係 還有包括女性健美選手的身體意象 還有包括認同 不過台灣現在變成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台灣現在變成說 你拿得出論文的 已經很罕見了 已經變少見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張少贏 他秀出他41年前的博士論文 我當年很不容易 我們現在要看到政治任務 把自己論文拿出來 好好辯論講清楚 就是我的倒背如流 知之勝祥 做不到 做得到的沒幾個 朱立如你說蔡英文 你敢站出來 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嗎 兵根你怎麼看 那個新聞下架 應該就是宋達教授 他不希望這個事情太過招搖 因為他已經在找人 就已經承受這麼大壓力 你說被找的人 可能本來還沒想那麼多 是 你這個新聞再登出來 還媒體這樣鋪天蓋地 你想想看那個壓力不是更大 而且恐怕會橫升更多的肢節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低調是比較好的 所以媒體也願意協助 蘇教授下架 我覺得也是OK 不管怎麼樣 先把委員會成立 去好好仔細的審核這個事情 是比較重要的 至於說國發所到底應該研究什麼 其實如果我們廣益的講 你剛剛講這些題目 都跟國家發展有關 因為你真的要非常廣益的話 當然也有關 所以我下次可能我去報考國家發展所 我下次選一個 彗星撞地球對台灣之影響 國家未來可能會面臨到彗星撞地球 對不對 誰說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問題是 這有什麼意義呢 就好像我是中文系 我必須說 任何可以用中文寫出來的學問 都跟我有關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很無聊的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混學分的 一個混資格混學位的一個所 這種系所有存在的必要嗎 我覺得這些教授 你們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至於說論文這個東西 這是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 你辛辛苦苦去取得一個 碩士或博士的學位 那個論文 就算你寫得再不好 至少自己會留下來 是那個論文是爛到多爛 讓你根本這輩子不想再看到它 一定要把它丟掉 要在所有人生紀錄上刪除 不然的話 為什麼張善政拿得出來 為什麼其他人拿得出來 為什麼每次孕育到民運黨的人 他們就是死都不要拿出來 我就不知道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如果要求得學位 然後得到一個 讓你這麼痛恨的論文 你不要去考可不可以 不要得到一個 讓自己這麼痛苦的經歷不行嗎 讓自己的生活過好一點 韋翰是不是有訪問過鄭文燦 當時他跟你講的方式 也是一樣的又論調嗎 今天大家對於鄭文燦在講這個 會覺得天馬行空 然後陽明去爬樹一下 2017年的論文 講到2015年去 鄭文燦剛剛 耀州有講他是周瑜 而且可能有時候 他會胖一點會瘦一點 是胖周瑜 是民進黨裡面 相當受蔡總統依賴的人 蔡英文總統曾經講說 他是人體PDA 我們現在不在用PDA 就是表示他博學搶劑 有點像國民黨五獨一 他怎麼會記錯 所以其實我覺得 都已經在進行了 第一個沒辦法換人 9月2號就最後要弄下去了 如果是審查委員會 9月20號才會有答案的話 他必須要在審查結果之前 去決定要不要換人 現在看起來就是凹下去了 總統也站瞎了 那怎麼辦 就一定要讓他過關 所以一定要有控罰 如果最後被判定是 跟余政皇很像怎麼辦 鄭文燦不是第一次講 他在我廣播節目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已經提了 說如果可以知道說 他先前幾年前 已經寫過了什麼手稿 他已經有那樣的發想 然後被陳明通 拿去給余政皇參考 那個手稿就可以證明 是他先想的 在論文上面 在學術上面 他的純情度會打扯扣 這個論文不嚴謹 可是在政治上 可能就過關了 他是控罰的 就沒事了 這鄭文燦第二次講了 他會隨便講話嗎 現在桃園是他在扛 桃園要是沒有贏 鄭文燦他就沒有行情了 你做了八年的地方 現在沒有了 他一定盡全力 想盡所有辦法 要幫林志堅過這一關 那當然台大 有台大的審查委員會 只是當鄭文燦市長 兩次告訴你說 那個以前林志堅 他是有手稿的 他其實已經是明示告訴你就是說 我們要拿這一份去審查委員會 跟他最後做一個書面報告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被陳明透老師 拿給於正常參考之後 我們才是受害者 雖然他論文先 那到底為什麼沒有比對 那這個可能要去問指導教授 因為我的指導教授告訴我沒問題 我怎麼知道旁邊還有另外一個 余政皇 早我一年寫出了類似的內容 所以這個其實在政治上面 或許是行得通的 因為現在有大概三到四成是非常反彈 可是也就是三到四成 還有大概六成的人覺得還好 對不對 所以他要去拉六成的票 我覺得林志堅跟這個 鄭文燦泰明已經想好了 就是那一份關鍵的手稿 大家講說怎麼可能會有 手稿是不是很好動手腳 因為上面也沒有標註任何時間 如果要說跟老師核對 是手稿哪時候交出來 明通又可以跟他通一通 手稿是不是很好動手腳 這個因為我們沒有看到手稿 我們不知道怎麼證明 那是2015年的手稿 可是他講2015年 顯然就是2014年 選上信儒市長之後 2015年有一些想法 然後再來去報考以後 2017年拿到 他是2016年的台大國發所班 然後2017年出來 2014選完 2015寫稿 2016考上台大國發所 2017我的論文完成了 就是這樣的脈絡 大家好 我是謝大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